在高雄寿山冬園的部分 也帮动物启动了保暖的机制 才看到红毛猩猩区 后面是母猩猩咪咪 她现在正在享受日光浴 人类都是围巾大衣包紧紧 红毛猩猩夫妻 抢着用新的防寒法宝 仔细看猩猩老公阿红 披的不是毛巾棉被 而是一张广告帆布 这是在开玩笑吗 帆布它挡风的效果比较好 因为帆布比较防风 又不会被撕烂 成为红毛猩猩的郁寒心宠 来自非洲的鸟儿们 郁寒也不马虎 大展的保暖灯散发红色光芒 灰井灌雀待在灯光前 一步也不离开 鸟儿的体温比较高也怕冷 大概22度左右 动物园就会开灯让他们取暖 而在台南动物园 保暖措施更完善 非洲的耳阔国白天都在睡 原方用了保暖箱加保暖灯 让可爱的它们可以甜甜的 继续窝在里头睡回笼觉 有的动物怕冷 有的可不怕 依然火梦乱跳 那就是动物大明星 长颈鹿皮皮 其实它们皮蛮厚的 所以它们其实 对一些温度的差异 比较不会那么敏感 皮皮在南台湾的东洋下 开心的奔跑撒娇 舒适的享受暖融融太阳 接下来会越来越冷 全台冻斑鼠 这幸福的南台湾日光玉 可爱的让人看得好羡慕 三续网上的章子如鼓仙台南沟通宝